1月1号,中朝图门江跨江游首发仪式在吉林浑春房川风景区图门江第一码头举行,109名中国游客成为首发团成员。 吉林省毗林俄罗斯远东地区,浑春市更是处于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交界地带。 近年来,随着公路、航空等多种跨境线路的开通,经浑春赴俄罗斯、朝鲜旅游业务日渐热络。 图门江是中朝借江,当天,该首发团成员徒步穿过冰冻的图门江,抵达朝鲜罗仙市,先后参观了朝俄友谊歌、圣传台等景点。 尽管天气寒冷,但游客热情很高,朝鲜导游李寅一路热心接待,为游客演唱了中朝两国的传统歌曲。 中朝图门江跨江游为一日游项目,该首发团于当天下午返程, 如果是夏季,游客则乘船渡过图门江,欣赏两岸风光。 记者树里发现,近年来,浑春市先后开辟了中俄、中朝边境游、自驾游、环海游、图门江、水上游等多条跨境旅游线路,辐射东北亚主要国家。 吉林浑春官方表示,未来将积极培育旅游新业态,持续加大扶持力度,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将旅游业真正打造成为浑春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 在开放这方面的工作呢,我们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啊,就是积极推进对俄对朝的这种区域合作。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围绕着图门江,一江两区,一江两区指的是朝鲜罗仙经贸区和浑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合作。 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要推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跨江游的仪式,就是打造图门江三角洲国际旅游合作区,同时呢,我们还要推进中朝沙陀治,这个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